王一博真的有种极致的反差 前脚香奈儿名利场晚宴 香家贵公子重重闪光灯和华服之下 眼睛都不带眨的巨星专业范儿 后脚播出的寻护者公益纪录片 素颜思福真的一点没有把自己当明星啊 说是救援穿山甲 他就一股子认认真真来做志愿者了 人家一口一个大屎 还把王一博给叫不好意思了 去食堂吃饭 很自然的帮工作人员拿餐盘 很自然的站到队伍最后排队打饭 关键他真的满满当当打了好大一盆米饭 又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人说 他吃三份饭黑他吃太多的梗了 但他还真一股子使成干饭人的劲儿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上山干活 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回答 工作人员很好吃 感觉以后食堂阿姨都可以拿他当case背书了 看咱这手艺 人家大明星来吃都吃了一大盘子 停不下来直呼好吃 看以后谁还敢挑剔咱食堂的饭 人家孙博士Q到他体力好不好 私下有没有运动啥的 他个内语体育生也就害羞笑一下 谦虚说了句还行 现成的显摆机会也真一点都不秀啊 搞得人家博士觉得你可能还真不太行呢 阿姨时候担心想服一下 结果王一博薅着一株小草 修一下就爬上来了 都给人整愣住了 原来你真行啊 一路上给啥都能吃 真太好养活了 给根草他都认真吃了 觉得甜还嚼了一路 人家给个果子里 说吃了会有点痛 你还真往嘴巴里塞 休息给点饼干零食 就大口吃的满足 吃完的包装袋会顺手叠叠好 跟自己的手套放一起 掀着橘皮让人家跳哦 人家狗狗不跳啊 然后他自己跳了 发现穿山甲洞 橘皮还没上去 他冲上去撅着屁股去巴洞了 抢了人家狗狗的活 看把人家急的 就等着他起身了 关键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镜头啊 一门心思认真干活 不得不说王一博这素颜真素到家了 好久没见过这么实诚的高级明星素颜素成这样子的了 爬山 越野 打妆 寻动 不娇气 不娇情 没有搞特殊 真的就是来当一名工作人员的感觉 人家给他介绍 他就安静听着学习 没有任何节目效果造梗 无聊笑话 也没有啥不懂装懂 或者特意想展示自己 一整个志愿者河南小王 越看纪录片 越喜欢感觉真看到了 一直不断的被别人夸过无数次的 撕下的那个王一博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人 出其一致总结下就是 有大明星的命 没有大明星的病 极致的反差感 不正视他生活中不做作 镜头前有光彩的具象化吗